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身影 8月25日下午 沙东盛光市记台镇村家村 一位年轻的女菜农 面对着自己家的蔬菜大棚在戳气 她家有六个大棚 全部在几天前的大水中摆毁 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如果要重建大棚 每个大棚成本大概在15万元 现在大棚里还有半米多山的水 不知道何时才能抽干 即使有钱重建大棚 估计也得到秋后了 这意味着 在损失至少近百万元之后 近乎一年的时间 与她家降止住不近 像她这种情况在村家村比比皆是 只毁掉两三个棚的 属于幸运 而被毁的大棚还会增加 大棚的垒墙是土质的 经不住成直接水的浸泡 一般来说 大棚里积水半米以上不及时排出 大棚就会报废 受光潢灾已过一周 在公路上 在地里 随处可见一排排的抽水批管 昼夜不停地抽取大棚里的积水 即使这样也不知道积水何时能够抽完 心碎的受光这些抽水设备都是当地政府提供的 菜龙没有这个力量 现在我们最需要抽水泵 以前的设备都是为了浇菜 几乎共用一个 谁也想不到现在需要大量排水 当地菜龙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个寿烟的大棚 里面的水还足足有半米多 因为原来种的茄子 辣椒等腐烂 大棚里的水已经变黑 散发出阵阵臭味 遭殃的除了大棚还有畜秦 在受光 大约有2.5万头猪被淹死 截至25日 淹死的畜秦 已经全部完成了 无害怕处理 以防止灾后有疫情发生 受台风维比亚影响 8月18日 19日山东为方式连降到雨 境内的米河流雨水势迅猛 大量降水制使其山游水库水位上涨过快 逼近紧接水位 为治保水库安全 当地决定在下游泄洪 随着泄洪流量急速增加 米河下游部分核段发生和水倒灌 导致周边多个村庄被淹 微方下游的蔬菜之乡寿光是重灾区 哭泣的不仅有上树这位菜笼 寿光市委书记朱兰喜 在救灾过程中也失声痛哭 一场大水 让寿光起码倒退两年 当地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现在 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8月24日 山东省委 省政府成立强行救灾指挥部 召开指挥部工作会议 要求要突出工作重点 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 卫生防疫 搜救抚慰 防灾排查 生产恢复 蔬菜食品市场供应等各项工作 稳步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任务 但第一名出租车司机 对第一财经说 他也捐了200元 还有很多人自发购买了方便面 矿泉水 油炉等送到重灾区域 灾后的生产恢复 是摆在当地的大难题 第一财经记者 询问多威蔡隆 没有一个是参加了保险的 因为没寻死能出这样的灾 同时 蔡隆也担心今后的蔬菜种年会大涨 因为今后需求量会大涨 经到了蔡家这几天 济南市民里 女士感受到了受光灾情传到效应 她很喜欢叶菜 美餐必备 但她近日去超市发现叶菜价格猛涨 一斤香菜的价格甚至到了40元 在受光当地的边律店 记者卖了一把香菜 因为这里香菜乱把卖 所以记者特意称了一下 一两三元 而且打扮菜业已经枯狂 在受光的蔬菜交易市场 部分品种的蔬菜也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有专业不高速第一财经记者 原来这里的黄瓜价格 在1.2元到1.7元之间 而最近有的涨到了3元 根据山东省物价区监测中心 24日统计数据 该日山东省蔬菜价格指数 是125.59 比上周上涨了16.1% 其中涨幅最高的是叶菜类 白菜类和茄果类 分别上涨了26.5% 23.1%和25.9% 为什么受光当地的黄瓜 能从平均大致1.5元涨到3元 当地人是高速第一财经记者 这是因为蔬龙将所时加到 那现在的菜价中 他说 拿黄瓜来做例子 蔬龙鸟也买好了 鸟也蒸好了 肥料也下去了 这时候被淹了 这部分成本自然要加到现在的菜价中 现在 受光的蔬菜几乎绝收 真想能够产出的菜肯定要涨价 现在绝对是卖邦市场 记者在记台真的菜地里看到 虽然地势较高的大棚 主要是公子棚的积水已经排出 但里面的茄子 辣椒等作物 只剩下了呆了者的叶子 蔬龙也无暇在续打理 25日第一财经记者来到受光蔬菜交易市场 守了半天险计车辆进出 交易上告诉记者 现在受光蔬菜的产量并不大 但还是能够清晰感受到大水带来的影响 受光的蔬菜对农药残留控制严格 市场尤其是北京市场 对受光蔬菜的需求量很大 现在受光蔬菜的输出猛然下降 对市场的影响还是较大的 现在要是有蔬菜进来 就马上被抢了 市场的冷情 物流公司也能感受到 一家物流公司第一老板告诉记者 店下是受光的淡季 但平时也能走失车祸 现在也就能走三次车 虽然菜价有波动 但有专业人士认为这是短暂现象 因为现在流通越发达 很快会对受光灾情造成的供应缺口给予补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也用山东社物价局检测中心工作人员的话表示 菜价的波动除了受亲戚灾害影响之外 还有几个原因 一是立秋前后蔬菜上市属于青黄不接 夏季蔬菜逐步退市 秋季蔬菜还没有批量供应 上市量阶段性减少 第二个就是南方部分城市遭受强降雨 来山东采购的客商增多 第三个受光受灾了 全国市场受到预期上涨的因素 推高了菜价 前树山东整的工作会议还确定 下一步要保障市场供应 针对受灾地区蔬菜等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根据影响范围和程度 即是启动应急预案 综合运用区域调剂 动用储备 进出口调节等手段及时应对 加强市场监管 严厉打击烘盘物价等行为 对菜价真正影响要看10月后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 现在受光受灾对北京蔬菜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即使有影响也是预期信心理影响 真正考验灾情带来的影响要到10月份以后 其实每年的7至9月份 北京蔬菜的主要供应 则是北京以外的气候冷凉地区 包括河北北部 内蒙古中东部 提供被三舍 近期北京蔬菜价格出现 比较明显的波动 主要是季节性上涨 以及这些产水不利天气的影响造成的 这个季节山东供应 北京市的蔬菜以从这算为主 黄瓜西红柿等其他农产品为服 占有量很小 所以这次沙东受灾 对北京蔬菜价格波动 没有很大影响 受光当地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到10月份之后 受光的大棚蔬菜开始大量上市 一直持续到次年的5-6月份 据他的估计 这次大水受光有近一半 也就是近20万个大棚不同程度受损 现在的菜价波动 其实与受光关系并不大 对菜价的真正影响要到10月份之后 到那时候 受光蔬菜的供应量 要占到北京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 他说 正如前文所述 重建大棚需要时间 种植也需要时间 可以说以后相当场的时间内 受光大棚蔬菜的近半产量将进入空窗期 这种局面是要相挂部门为与筹谋 基层有应对方案 采访中 记者深切感受到 受光作为全国的蔬菜之乡 且一般而动全身 虽然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水 但无论是菜价还是相关部门 对此都缺少防备 而对菜价来说 加入保险情况就会好很多 但他们喜欢进钱 不愿意掏钱 即使是养老 医疗等保险 也是药动员 没寻死 能出这样的灾 这是当地产 能够最大叹息 那种化优寝 你不吝点赞